欢迎来到台北市线上影片教学系统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东周封建制度的崩溃 我们在上一章节提到周朝在武王与周公的努力之下 殿下周朝国座约800多年的基础 尤其是周公治理座月 使华夏诸民族自觉文化高于其他外族而引以自豪 周朝的封建制度为什么会崩溃呢 为什么使家要将周朝历史分为西周与东周呢 东周又区分为春秋与战国呢 学习重点 东周什么时候开始 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差别 东周的社会与经济活动 东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周朝传道幽王时 据说因为宠爱包氏 相传他烽火系诸侯 点燃烽火 只为了博得美人一笑 更严重的是 幽王竟然干冒违反封建礼法的大部委 想要废身后及敌长子移旧 改立包氏为后 伯伏为太子 身后的父亲身侯大怒 联合外族犬戎举兵攻陷浩金 幽王与伯伏被杀 太子依旧继位 我们称他为周平王 浩金因为犬戎入侵 浩金残破 加上丹仙日后犬戎再度入侵 周平王迁都到东边的都城洛邑 史家以平王迁都洛邑 作为东周的开端 迁都到洛邑的周天子 王姬土地狭小 所能负担的军队也变少了 周天子的势力衰微 地位无足轻重 除了王姬缩小 势力衰微外 周平王的继位 是申侯联合犬戎 以武力来夺取王位 就申侯的行为来说 他违反了军臣的伦理 而且引狼入侍 危害华夏诸侯国的安全 就平王来说 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周游王的去世 与周平王脱不了关系 周平王的继位 不为正律所背负 所以这个注定 君不君 臣不臣 负不负 子不子的时代 史学家觉得只是 西松平常的 称这个时代叫东周 实在不足以呈现出 他的时代精神 因此 依据不同的时代风貌 前期称为春秋 后期称为战国 那东周前期 为什么称为春秋时代呢 有一说 是以孔子三定 鲁国历史 做春秋一书而来 因此 东周前期称为 春秋时代 后期 以刘相所编定的战国策 来称呼 这个征战不休的时代 春秋与战国时代 有何差别呢 我们首先来看春秋时代 到底呈现什么样的 时代风貌 天旨有名无实 靠实力比较强的诸侯国 来维持国家的秩序 各国彼此互相争谋争霸 周王室衰为 各诸侯国外则相互兼并 内则篡位谋杀 频频发生 加上荣敌外族 不断对诸夏进行侵略 在这样的情况下 首先崛起的是 齐桓公 齐桓公在即位前 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齐乡公 始于宫廷内乱 齐乡公的两位弟弟 公子鸠 与公子小白逃离齐国 后来公生无知 继位不久 也被刺杀身亡 这种情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串世平凡的另一个例子 观众为了确保公子鸠 能够顺利继位成功 埋伏在举国到齐国的必经树林 放箭射杀公子小白 小白假装重箭落马 蛮骗过管众 并顺利回国继位 他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齐桓公接受报属雅的推荐 任命管众担任宰相 报属雅曾告诉齐桓公说 如果你要治理的是天下 就必须任用管众为相 管众提出尊王攘仪的口号 建议齐桓公以霸者的身份 代替周天子来解决诸侯国的问题 同时仍遵从周天子的中法地位 使封建制度 使封建制度与中原文明得以维系下来 难怪孔子会说 为管众无其批乏所任意 齐桓公与管众立下了春秋霸者的基本原则 与方向 所以春秋时代有所谓春秋五霸的出现 是哪五霸呢 有齐桓公 有宋香公 静文公 秦木公 楚庄王 同学发现了吗 为什么楚庄王称王不叫公呢 楚国在春秋时代 是被视为蛮夷之邦 不在华夏诸国之列 楚军因为得不到周王的承认 因此自称为王 违反封建礼法 传到了楚庄王时 楚庄王从一个沉迷酒色的人 在大臣激励下 一名惊人 国事逐渐强大 甚至企图威胁周王室 楚庄王派人询问九鼎的形状与重量 也就是问鼎中原 这句成语的由来 最后被大夫王孙满 以在德不在鼎 欲退储君 对于五霸 荀子提出不同的想法 他认为真正做到五霸的是 齐桓宫 静文宫 楚庄王 吴王和吕 月王勾建 在荀子的观念中 他认为宋香宫与秦木宫 并没有达到霸者的地位 荀子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称霸 使他们多地处偏僻 文化不发达 我们从这张地图来看 宋国被包围在诸侯国之中 国土不易扩张 加上地处市占之地 别人发生战争 他也容易受到影响 相对于齐国 因为靠海 有余言之力 晋 楚 及后来的吴国 越国 因为都在边区 容易扩张国土 使得这些国家能陆续称霸 至于秦国 虽然也在边区 为什么被认为在春秋时代 并没有达到霸者的身份呢 我们稍后再谈 从荀子的说法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春秋晚期 长江中下游已经逐渐开发 以及吴越争霸 在春秋时期的重要性 春秋时代能真正做到霸者风范的 齐国与晋国 在春秋末期 发生大夫串逆诸侯国的事情发生 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代夫 谋逆串 谋逆串靖国诸侯 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却在靖国国君的默认下 连周威列王也在23年 也就是西元前403年 承认韩赵魏三家代夫为诸侯国 因此 史家司马光在边转之治通鉴时 将三家分禁视为战国时代的开始 这种谋逆的情势也发生在齐国 齐国的田式放逐齐国国君 使江太公的封国 齐国因此绝世了 因此 在强大的诸侯都可能面临臣子 或是大夫串位的内忧 与诸侯国互相兼并的外患 如何集权中央与富国强兵 成为各国的重要课题 这时的诸侯们 见号称王 各自以天子自居 各自建立中央政府和行政体系 成为独立的国家 而周王室则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 各国为了本身的生存 纷纷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 彼此的竞争从争霸转变为兼并 战争更为残酷激烈 使家将这个变动更为激烈的时期 以刘相所著的战国策来命名 称为战国 在春秋时代 秦国好几次要东晋称霸 都受阻于旁边的晋国 所以荀子认为秦穆公 往西荣扩张势力 称不上是完成霸业 到了秦孝公时 秦孝公求贤 魏国的商鞅为秦孝公讲述 富国强兵的霸道之术 得到秦孝公的重用 进行变法 商鞅是如何使秦国 垫下富强的基础呢 首先是采行严行俊阀 例如即使是偷盗牛马的人 也要处以死刑 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人民 连一点小罪都不敢犯 此外为了恶指人民犯罪 他还建立相互告发 与连作的保甲制度 让人民五家为保 十家为甲 如果保甲内有人犯罪 其他人知情不报的人都同罪 奖励军公 商鞅为了达到强兵的目的 他奖励军公 禁止施斗 定守公制 是斩得敌人的首级数目 来决定爵位 有军公的人 可以担任官职 拥有田宅 奴婢 或是用军公来免除罪罚 无军公的人 无军公的人即使再有钱 也不能够享受 奖励耕之 他认为耕种与纺织 是国家的根本 因此奖励大量生产粮食 以及失博的家庭 可以免除摇曳 最后 他建议国军在地方设置郡县 不再封建 使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到中央 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变法后的秦国 日益富强 与当时较强大的韩兆魏 楚燕齐秦 合称为战国七雄 在周乃王59年西元前256年 秦昭湘王出兵攻打周王室 周朝灭亡 并在秦王正在位时 完成统一大业 第三部分 我们要讨论东周的社会与经济活动 看完了上面的内容 你能明了封建崩坏前后的西周与东周 在政治上有何不同了吗 那现在请你想一想 在封建制度崩坏下 各国争相追求富国强兵的社会风气中 平民生活将有何改变呢 诗人讲学风气兴起 过去只有贵族可以读书的情况改变了 平民也有机会可以读书 认官或是成为贵公子的门客 平民可以接受教育 也表示当时的农业是发达的 足以让许多人可以脱离农业生产的行列 那农业发达的因素有哪些呢 国军奖励开垦 农民开始拥有自己的私有土地 加上农业技术的改良 例如牛耕与铁制农具的使用 加上水利工程的兴建 都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 加上货币的使用与流通 使商业能够蓬勃发展 东周开始出现一些富可敌国的商人 例如 吕不韦 贤高 子贡 范黎 关于吕不韦其货可居的故事 你知道是在讲哪一位秦国君主的故事吗 水利工程的兴建 要耗费国家相当多的财力与人力 为什么在战国时代 这些国家仍愿意投入这项工程呢 这是战国时期 秦国的礼宾父子 在闽江上游兴建的都江燕 他不仅有防洪 而且有增加灌溉面积的功能 除了都江燕之外 秦国的郑国渠 原本是韩国希望削弱秦国的伎俩 却使日后的关中平原获得充足的水利灌溉 储国的韩皮 同学听过河博取青这个故事吗 张河在夜线是一条非常容易泛滥的河流 西门豹在张河开12条渠道 不仅解决了洪水泛滥 也改善了农业灌溉的问题 想一想台湾在清朝时期 有哪些水利灌溉工程呢 我们由北而南 在台北有 刘宫铸 在台中有猫物树铸 在彰化呢 包宝铸 在凤山 朝宫铸 你答对了吗 下一单元 我们即将讨论 东周的思想家 提出哪些治国的方法 与治楚的生活哲学 记得多阅读 多学习 多思考